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 又到了一年一度比明星名人收入的时候了 之前胡布什公布了2019年百大名人收入榜 不过仅有一位中国华人上榜的 在这里先简单为大家科普一下 胡布什媒体集团于1917年在纽约创立 以创业精神、创付工具为口号 倡导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识 以创新的报导模式被业内封为经典 胡布什制作的一系列榜单 被称为经济的晴雨表和财富的风向标 所以很多名人以上普布什为荣 那今天小楠就为大家揭晓 全球名人收入排行榜的前10名 那在开启介绍之前 新特有记得点击研究下方订阅我的频道哦 按照惯例我们先从全球十大西京名人榜的第10名开始揭晓 墨西哥超级全坦巨星索尔阿瓦雷斯 位列榜单的第10位 它的收入为0.94亿美元 阿瓦雷斯是值得全坦身价最高的天皇巨星 去年阿瓦雷斯与DSM的转播公司 占下了一份总共11场的比赛合同 保证金高达3.65亿美元 就成为世界上体育历史益金数 输了最大的一笔合同 那它之所以这么高的身价 这源于阿瓦雷斯在全坦的实力 它绝非浪得虚名 在其50多场的职业拳击生涯中 仅仅有几次败机 还是因为自己出处矛盾 是输给了当时的全坦第一人 梅威瑟 费也的麦格劳博士位列榜单的第9位 它的收入为0.95亿美元 51岁的麦格劳博士 是电视心理医生栏目的大明星 女虫卖者们甚至经常寄内衣给她 电视上的麦格劳金剧 只管最经典的是 你究竟是谁 你个白痴 此外她还是一名世界顶尖级的人类潜能研究专家 美国当今第一 力智大师、心理治疗大师 家喻护脚的菲尔博士脱口师的主持人 这个节目主要是向大众提供健康、事业、感情和人际 关系等方面的心理秩序 老银乐队位列榜单的第8位 收入为1亿美元 老银乐队是上世纪70年代最具代表性和最成功的摇滚乐队之一 供获的六次格莱梅奖 拥有六张冠军专辑和五首冠军歌曲 全球唱片销量排名是在第18位的 共计销量1.5亿上 其中她们的精选集 Their Greatest is一次唱片史上销量 第六的专辑录音歌曲 她们的金曲 Hot Town California被捆寻杂志 听为最伟大500首歌曲的第49位 1998年 她们的乐队进驻摇滚 利马尔位列榜单的第7位 她的收入1.5亿美元 利马尔是一名巴西的足球员 她的父亲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承受于巴西一些较小且人知的球队 她的足球生涯始于余味 看到她在沙滩上踢球的独具会员的一球态 在12岁时签下了她的第一份合约 于2009年的时候 17岁的内马尔开始为职业俱乐部上波斯对踢球 此后 内马尔累积了一场串的成就列表 在离开巴西之前 胜利前锋了她 公布了高达68颗竞球 在2011年和2011年被评为 南美洲年度足球学生 赢得了两次西班牙顶级冠军 2014-2015年赛季欧洲冠军军 与2015年四巨杯的冠军 但真正让内马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是由于2016年的几月奥运 她踢进了制胜球 并帮助巴西足球队夺得了首灭奥运金牌 葡萄牙足球运动员西罗位列榜单的第六位 她的收入为1.5美元 西罗无疑是目前主坛一个和梅西其名 甚至被很多人分为历史的第一人 其原因无疑是她球场上的高效和潜能心 与梅西最大的不同在于西罗几乎没有任何短板可源 包括自控能力称的上次也是世界一流 而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她很跳 即便36岁高龄 西罗依然拥有恐怖的自控能力 至于西罗能跳多高呢? 2011年她前在千奇特大学做过一系列的身体测试 当时她的纪录是76公分 这一数据是很惊人的 甚至高过NBA职业球员15公分 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篮球明星都被西罗踩在脚下 爱德西兰位列榜单帝 为她的收入为1.1亿 目前地球上最红的流行男歌手之一的爱德西兰 她早前配合反种族起事运动受榜的时候 自爆因为天生一头凌乱红把 兼有口吃和近视小驴一开学就成为同学激肉的对象 她甚至有段时间每天放学回到家就可以打扑 非常讨厌学校 直到选上高中 爱德西兰开始弹吉他并加入乐队 从音乐中慢慢找回自信 慢慢爱上自己有点古怪的样子 强调就是这种格格不入才让她在音乐上获得成功 她也经常鼓励史上的年轻人不要怕跟别人不一样哦 阿根廷足球运动员梅西位列榜单的第四位 她的收入为1.27亿美元 梅西最近才获得个人的第六个金球奖 作为阿根廷前锋现年32岁 将在明年6月年满33岁 人们自然会对她的职业收入产生疑问 不是因为她的表现水平有所下降 而是因为时间最终会追上所有人 如果没有她 比赛将会完全不同 尤其是在巴塞罗那 他们是北系的同意时 不往今来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看年维斯特卫列榜单第三位 她的收入为1.5亿美元 说到看年 有人因为运动鞋品牌Easy认识着她 有人因为服装品牌Castell认识着她 但对于大多数粉丝来说 还是因为说唱歌手兼音乐制作人的身份 而认识着她 要知道当时2000年 JZ是说唱圈的第一把手 里面还是后期之秀 那个年代给JZ当制作人的看年自然如鱼隔水 但是看年的目标 还是做一个说唱歌手兼制作人的全能音乐人 这一点当时是实无前的 还遭到了很多白眼 就连JZ都不相信她 她认为看年安心当制作人就行了 不过最后还是在Roccafella Request的CEO Daymond Dash的推荐下 JZ同意签了凯迪 同时开启了说唱歌手的音乐生涯 凯迪Jana位列榜单第二位 她的收入为1.7亿美元 凯迪是著名卡带山家族的小女儿 去年2018年21岁的凯迪 就成为了全球最年轻的自主 创意意外富豪 除了女富豪的头衔 她还是新手妈妈 和全球青少年的偶像 目前Instagram粉丝数达1.25亿 卡带山家族这些在美国体育圈和娱乐圈红的发指 有人甚至把他们称为娱乐界的肯迪家族 三年前凯迪曾任对自己的嘴唇不满意 而尽心风吹 之后开始推出自己的化妆品品牌 但与传统化妆品牌不同的是 凯迪的产品几乎是在网上销售 由于凯迪在社交媒体上的巨大影响 她的化妆品一经推出几乎立即售轻 这样开启了她的吸金之路 威劣2019 不顾是十大吸金名人榜榜首的是 泰勒斯维夫特 她的收入为1.86亿美元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登上 不顾是百位名人榜的榜首了 早在2016年她就夺得过该榜单的第一位 当时她的税前收入为1.7亿美元 比今天的收入少了一点点 泰勒斯一名美国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 此参加导演及远远 对当今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她已创作 关于她个人生活的歌曲 不使用修音以及她的甜美歌声而闻名 并以此收到了众多好评 而她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 也是因为她举办了超过适数场的巡回演唱会 这些演唱会的票价不菲 便宜的有155美金 贵的高达995美金 这些巡远 为她带来的超高的收入 被认为美国率上收入最高的巡远 在今年福布斯百大西京名人榜的榜单中 唯一的华人面口就是功夫巨星成龙 她排在榜单的第39位 而她的年收入则是5800万美元 这个排名比她在去年的排名要好很多 2018年她位列福布斯百大名人榜的第59名 同样也是榜单上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成龙的主要收入自然是来源于她的电影失业 她除了是演员之外还身兼导演 制作人、动作指导、编剧、歌手和公司老板等多个职位 今年65岁的成龙依然活跃于动作电影的第一线 光是2019年和2020年成龙已经开拍 或拍完但没有上映的电影就已经高达7部 这样的产量是许多年轻人演员都达不到的 除了成龙的上榜 让很多华人感到自豪和骄傲 今年第一次上榜的韩国偶像男团 防弹少年团BTS 也让不小哈韩的华人粉丝感到惊喜和意外 防弹少年团在这次的福布斯百位名人榜上的排名是 第43位收入仅次于国际巨星卡斯丁丁布莱克 高达1700万美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所要分享的 2019年福布斯百大名人吸睛的排行榜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这期影片不要忘了按个赞还有分享 还没订阅新朋友赶快点击下方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的影片啦 想要知道我的最新动态可以追踪我的Facebook和IG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